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親愛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陳惠惠 再次的感謝大家 在這個美好的一個晚上 我們一起來聽一場精彩的演講 今天是塔赤生活的2015小說節 偵探推理講座的第三場 因為是重量級的講師楊兆 要來跟我們分享他讀的這個 最老的神探 最老的名探 因為這一次的 偵探推理講座的主題是 名作 名句 名偵探 所以呢 就引發了這個楊兆老師的 這樣子的一個聯想 他在他的著作 推理之門有此進 還開了四堂課 其中有一個重要的這一堂課 是在1980年代的時候 他不僅是暢銷書 他還是狂銷書 怎麼一個狂銷法這麼難的一個書 是艾克是一個符號學的重量級的大師 那同時他也是中世紀的一個著名的一個學者 他為什麼想要寫推理小說 他想要挑戰什麼 然後我們心目中認為的推理 好像是從這個愛倫波開始的 可是呢 楊兆老師他有他不同的觀點 來看最老的名探 怎麼樣帶領我們引領進去 這個充滿了一個歷史的氛圍 還有這部著名的作品 給予我們已經不是這個 智力上的意志的遊戲的挑戰 那他帶領給我們什麼 就是很感謝主辦單位達成 因為他給了我們這一些 白天浪漫暗然 但是晚上偷偷的讀了很多的 包括血腥的暴力的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這個推理案件 原因我們的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讀推理小說 推理小說難道就只是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謎團的挑戰嗎 這個謎團只是一個物理的謎團嗎 我覺得如果我們深入的去抽絲剝繭 我們得到的遠遠要超過 我們表面上所看到的 這樣子的一個好像是經過 精心安排的軌跡 事實不然 那會是怎樣呢 我們先來歡迎今天的主講者 楊兆老師 多虧了楊兆老師 我終於有機會再重讀新的一本 是靈安語的一本 我終於能夠去挑戰這個 常常的 記不得 永遠記不得的 中文藝名 楊兆老師教給我一個方法 因為他知道我讀日文 他就叫我把每一個 義大利的這個 義文全部標成 騙假語 是這樣嗎 還有其他的讀法嗎 我們今天就來 仔細的來聽 楊兆 蔣愛可 玫瑰的名字 謝謝大家 謝謝惠惠 大家好 我是楊兆 我在準備這個 應該說 謝謝團賊跟惠惠 邀請你們來談 推理小說 不過後來我發現 我發現一個 其實不太 蠻嚴重的一個毛病 那就是我對於 惠惠主辦單位告訴我的 應該要講什麼 我好像太過度認真了 然後他們告訴我說 今年的小說節的主題是 名句 名作 名探 那 可是我後來看一下 別人好像沒有那麼認真去下 名作 名句 名探 那我當時把它視為是 對於一個推理 像我這樣讀過一點 推理小說的人的 刻意的一個挑戰 我以為他們要求的是說 你呢 必須要找到 要有一個作品 他既有 他既是個名作 他既有名句 而且裡面還有看 我當然心裡面就有 產生的這個 像 人家說是 讀推理 讀到一劇之程度的時候 的一種傲慢 那這什麼挑戰啊 這太有力了 我當然知道說 如果你要 歐啊 你把名探放上去 大部分的 超過三分之二的推理小說 不能放在裡面 推理 有推理 但 你要說 每一部推理小說 基本上都有解謎者 但解謎者要符合 叫做 名探的這個身份 他就有一個名義啊 名探不是 名探意味著 我們一般的理解 名探就意味著 他不只是在這一部小說當中 這個故事裡面解的這個謎 光是一部小說裡面解的一個謎 一般不會被稱之為名探 他應該要有 反反不同的作品裡面 他經歷了更多吸氣 不怪 光怪物理 困難的 題材 然後他才能夠成為 從一個 偵探 近身變成一個 名探 所以如果要名探的話 就表示有很多推理小說 是不能放進來選的 而且他不只要名探 還要是一個名作 名作也就意味著 那種我們拿來消遣 讀一讀就算了 讀完之後 我們也自己不會記得 他的作者是誰 書名是什麼 包括解謎的過程當中 到底有沒有什麼要過癮的 這種書也都不需要排除在外 更難的 或是說 看起來他們更挑剔的是 是還要名劇 意思是說 那不管原來是小說 他就必須要改變成為戲劇 或改變成為電影 如果他原來是戲劇的話 他必須要 還能夠變成是一個 名作 好啦 我就說 其實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你們太小看我了 你們以為 名作、名劇、名探 就能夠難倒我嗎 對我來說 名作、名劇、名探 我馬上可以想出七、八個題材來想 因為這的確是 在推理探真小說 火偵探小說裡面 本來他就是一個巨大的傳統 我們只要從幾個名探 往前想 然後你就可以想到 例如說 第一個重要的名探 像剛剛惠惠講到 艾倫波 艾倫波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艾倫波 他沒有創造出名探出來 他有名劇 他有名作、他有名劇 但他沒有名探 所以你看 這個條件 會不會自己都沒有達到 剛剛提到艾倫波 如果以艾倫波 作為推理小說的 其中的一個起源十足的話 艾倫波就不在我們 嚴格的說 這個 這個三大標準的檢驗底下 可是 可以講說 另外一個重要的起源 就是名探 名作 而且後來 層出不窮 變成名劇 那是福爾摩斯 柯南高爾所寫的 福爾摩斯 是第一個名探 而且他變成名探的原型 那就不用講說 這個 他當然是名探名作 那後來 一直到今天 我就很怕你問我說 那你為什麼不講 小勞勃帶你啊 盪了你啊 然後 因為你們都知道 所以我不見得 我往這個方向去講 或者是說 另外一個創作的 創造了重要名探的 柯南道爾的 到了二世紀的重要的傳人 也把推理小說在英國 打開了一個新的境界 打開了一個新的可能性 那就是阿卡達克里斯蒂 克里斯蒂 他也創造了 他是重要的名探的創造者 他創造了白羅 Mrs. Marple 那個佩洛 Mrs. Marple Mrs. Marple 他創造好多的名探 再加上 他自己是一個 了不起的劇作家 他寫過 烏鼠龍 這個戲 到現在為止 這個戲 仍然是 應該是 不只是在英國 是全世界 上演過場次最多的出戲劇 不過這齣戲 不是推理劇 那 阿卡達克里斯蒂 他又剛好 碰到了二十世紀 從電影崛起 接下來 電視崛起 所以他的作品 改編成為 名劇的 那個機率也非常高 或者我們把眼光 稍微畫一下 看 例如說我們看到 到日本 日本石金川 這個是 西村專 金太郎 創造出來的 重要的名探 而且從這裡 開展出來 另外一種名探 這叫做 金塔名探 石金川 所有的故事 沒有拍成電影 至少也有拍成電視 所以名作名劇名探 其實是 還可以選的 那個對象 還蠻多的 那正因為我以為 我是說 我太認真 看待這個名作名劇名探 我以為這是主辦單位 要給我的考題 所以呢 我一想 我就想說 我就一定要 給我自己 再嚴格一點 才能夠說服說 我有資格來講 這個題目 如果想說 不行 福爾摩斯 白羅 石金川 都太平常了 我一定要找一個 再艱難一點的 所以為什麼我就找了一個 說既然要 我一定要 我要找到這個名探 他一定要能夠 理所當然 換一個 最高級的形容詞 而且我可以 清清楚楚跟大家解釋 你們沒有辦法挑戰 放上去的 這個最高級的形容詞 所以為什麼我選了 安倍奈歐克爾的 玫瑰的名字 為了這個標題 最老的名探 最老的名探 到什麼程度呢 因為 安倍奈歐克爾在他的 玫瑰的名字裡面 寫了這個 這個名探 這個威廉師父 他的整個故事的背景 命案的發生 到他解謎 把命案給解出來 是在 西元四四世紀 1330年左右的時候 那離福爾摩斯多少年啊 有人算得出來嗎 那離福爾摩斯 比福爾摩斯 整整轉了五百年 超過五百年 你們有誰可以 想像得到 或有誰可以 舉得出來 有比 發生在 四月十三世紀的 威廉去判 去解開的這個 凶案 發生在修道院的這個凶案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所打造 形塑出來的這個名探 更老的名探 我等一下會再講 好 這個最老 是完全無法 被挑戰的 其實不只是 這個小說 他所寫的這個時代的背景而已 另外 因為講的是 名探名作名句 玫瑰的名字在這上面 它也佔有一個非常獨特的一個地位 至少對我來說 第一個 這是一個名作 等一下我們會說 這個名作怎麼樣的一個特別法 第二個 這是一個名探 這個名探的其中的一個 特別的特殊之處 就在我剛剛的解釋的過程當中 已經彰顯出來了 在其他的內容底下 我們要能夠把這個偵探當作名探 他基本上不能靠 在一個作品 靠一個命案 就能夠升級變成名探 但是威廉師傅 就只出現在玫瑰的名字裡面 他只解了修道員這個案子 但是 因為玫瑰的名字 這部作品的特殊的地位 包括 霍瑞剛剛所說的 那個狂消書的 那樣所受到的重視 就使得威廉在很多 尤其是西方的偵探特利小說的 讀者的心裡面留下 再深刻不夠的影響 所以你現在要講到 那種知名的名探 在西方的傳統一定會數到威廉 那除此之外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大大有助於這位威廉師傅 他的名聲 是因為有名句 其實很多人 尤其在台灣 我們很多人 可能沒有讀過 玫瑰的名字 但是你是看了 那個 慈恩康賴來 所主演的那個電影 而知道這個小說 或知道這個故事的 慈恩康賴來 是我年輕的時候 最喜歡的一個 演員 然後 還不止這樣 玫瑰的名字 在1980年出版英文本 接下來 電影應該是在1987 88年左右 那時候剛好我人在美國的時候 玫瑰的名字上演 然後我印象太深刻了 我去看玫瑰的名字 看完玫瑰的名字 過了兩個禮拜 學校開學 然後我這個 應該是第二年 我在美國留學的第二年 那我就修了一個課 因為我對於人類學 有非常高度的興趣 我修了當時在哈佛大學 一個很有名的人類學的老師教授 叫做Mabel Lewis的課 然後那是一個 我們叫什麼 我們現在都忘了 那時候叫什麼 Reading課 Reading課 是一對一的 所以我第一次去見這個老師 我見了老師 第一個是說 這老師真親切 親切到什麼程度呢 親切到我在那邊跟大家聊了 我大概聽他講 就是社交科學 跟我所感興趣的 他覺得應該叫我讀些什麼書 大概講了十分鐘 我就忍不住打斷他 插嘴 然後我跟他講說 有一個教授 有沒有人說過你長得很像 死人康納萊 他就說我說 有某個功夫 大家說 在我開始掉頭髮之前 沒有 那你就可以想像他那個樣子 如果你看過玫瑰的名字裡面 那個時候的死人康納萊 你就知道 我那個老師長得 什麼樣子 就多帥 那死人康納萊 在玫瑰的名字裡面 那個形象 應該對我來講是 我們從他年輕的時候看 從我們小時候看他年輕的時候 也年齡一路下來 應該是讓我在 我認為在影史上面 他留下來的最深刻的 印象的蝴蝶 所以玫瑰的名字 有名探 有名作 是名作 有名探 而且他恐怕也很難 有其他人的選擇 可以超越或者的推翻 在我心目當中 有史恩康納萊 演的這個重要的名作 這個電影 雖然讀過小說之後 我們都知道 像玫瑰的名字這樣子 五六百頁 這麼龐大的一個小說 要改編這個電影 電影能夠給你的東西 非常非常的少 可是因為死人康納萊 的關係 那個電影到現在為止 還是會 少數我會推薦給大家 有小說 改編的電影 讓大家覺得 大家應該去看 好 剛剛講到說 這件事情我是非常嚴格 非常認真的 我跟大家介紹的是 最古老的名探 為什麼講 最古老的名探 好 我們有沒有可能 可以找得到 因為他也是 就是 在二十世紀的時候 才寫的 一個虛構的情節 是一個虛構的演目 所以照道理講 不要說是現在 我們再往後 應該說 不要管說是過去的 隨時有可能 有人都可以挑戰 或者可以推翻 我的這個主張 最古老的名探 是十四世紀的這個威爾時代 你只要 你今天晚上 你回到家裡面去 你在你家裡面 你就寫一個 西元第三世紀的 看出來 看出來 我們就 比威爾更多 這裡面 有非常關鍵的一個問題 非常關鍵的問題 就在於 推理小說的根本 到底是什麼 推理小說的根本 就是推理 推理的根本 是什麼 推理的根本 就是邏輯 推理小說要怎樣成立 如果沒有邏輯 沒有一套 推理的方法 我請問你 要如何有推理小說 我們今天洗以為常 因為我們 包括在座很多 大概都是推理的 你就像一本一本這樣看下去 然後你就 臨所當然 你覺得 這個 推理小說 就是發生的事情 我們就要去推理 才解答 到底誰 呼張的人 但是你如果 遺忘到一件事情 在人類的歷史上面 推理這件事情 不是必然 並不是人類 並不是人類活著 人類活在這個世界上面 並不是人類開始有社會 並不是人類開始有公民 就有推理這件事 推理是有來歷的 例如說 推理是怎麼來的 我們今天在所有的推理小說當中 你看到的推理小說 你究竟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評論 推理小說的好話 或者是推理小說能不能成立 其實你必然在你的檔案裡面 要有一套 最根本最根本的 我們稱之為 歸納法的邏輯方法 歸納法就是 我相信 你們以為 因為這就是我們今天 在我們生活裡面 我們離不開的 所以你就忘記 歸納法 其實它當作為多少 必須要堅持的一切 基本的態度 例如說 因為這基本的態度是 我們不能相信 在人世間的基本世俗的法則之外 有超越的力量 介入在俄臺中 如果我們相信有超越的力量 我請問你 我們還如何推理 密室有什麼了不起 如果有一個 有一個推理小說家寫了一個 密室小說 在沒有人 在這個完全封閉的一個密室裡面 死了一個人 有兇手在哪裡 最後我寫了半天跟你講說 我當然知道 兇手是誰啊 兇手是 上帝之手 是上帝懲罰了他 我們能承認 這樣的小說 叫做推理小說 或者是說 推理推了半天 然後在這個密室裡面 死了這個人 他怎麼死的 那是因為 有人在那裡下福 有人在那裡下福 所以遠距離 就把他給害死了 那你說那你給我什麼密室啊 你看 密室或者所有推理小說 之所以能夠成立 之所以能夠成立 沒有像我們想像這麼簡單 我們必須要排除 所有超越性因素的影響 努力的話 排除在外 第二件事情 我們必須要堅持尊重 時間的不可逆性 前面所發生的事情 決定後面的事情 不能倒過來 後面的事情 改變了前面的事情 再下來 我們必須要堅持 所有事物彼此之間 是有連結的 這個連結不能夠被斷裂開來 它是有 而且它最重要的連結 是因果律的連結 有此因 必有此因 有此因方有此果 重點 歸納法 重點 道德版 我們怎麼去歸納 好 怎麼推理 凡事有果 必有因 我們要真正相信這件事情 我們不能有無因之果 我們才能夠推理 所以當我們看到一個屍體 一定要有人殺了他 那他不小心死就死了 他就不一直推理 當我們看到有凶器刺在他身上 我們就必須要講這 一定有一個力量 不管這個力量來自於神 不管他是什麼樣的力量 把那個刀刺到他的身體裡面 這是因為有果 我們就相信一定有因 然後因此我們可以去尋找 尋找原因 在尋找原因的過程當中 我們基本上運用中 我們動用的是歸納法 也就是說 如果過去的所有人類的經驗 每一個人 只要活在這個世界上 都會死 我們由此歸納 你既然是一個人物 你活在這個世界上 你就應該會死 所以當我們從歸納法發現 如果有一個人 他在所有的這個外面下大雨 當所有的人從外面進到這個物質裡面 每一個人都會大雨淋濕了 我們看到有一個人 他沒有淋濕進來 我們為什麼知道 他剛剛一定不在外面 我們動用的就是歸納法 你如果剛剛在外面 你一定跟所有其他人一樣 你的身體會不會臨時 我們必須相信這個普遍的歸納法的 基本的歸納法規律 如果再提醒一次 如果我們回到人類的歷史上面 這是人類的歷史 尤其是西方的歷史 尤其是西方的思考 西方的思想 一個重大的突破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看到 一本書 你不一定看過那個 看到那個書單 那本書有一個很有趣的書名 叫做西方憑什麼 西方憑什麼 這個書名就在檢討 或者就在試題去解答 西方跟東方 西方是在什麼樣的路上 是在什麼樣的狀況底下 他走的不同的路 或者是為什麼到後來 西方可以發展出這樣的力量 來載至東方 尤其是載至東方 他是一個漢學家 漢學背景的 一位歷史學家 所寫的重要的作品 對啊 西方憑什麼 這是一個極為有趣的問題 如果我們要認真的追究西方憑什麼 恐怕有很大一部分 我們就是要追隨到 西方憑藉著它發明發展出來 一套邏輯思考的能力 而這一套邏輯思考的能力 是在什麼樣的狀況底下 是在什麼時候產生的呢 什麼樣的狀況底下 西方的邏輯思考它的來源 極為有趣 它也極為複雜 極為趣 因為它有一部分 就是到了中世紀的末期 我們對中世紀西洋的中古 我們的認知 那是一個黑暗時代 那個時代為什麼到後來 被稱之為中古 被稱之為黑暗時代 因為那個時代 宗教架了一切 宗教教會 因為聖經跟教會所給予的 是人不能夠去質疑的 所以人的思考被阻擋了 人的想法 人的概念被載制 被控制了 這是我們一般就認知 黑暗時代 它的最重要的 它的最重要的這個特性 所以中古時期 過去我們的認知 它沒有學問 它沒有知識 因為知識的探索無法成立 對 但也不完全對 中世紀 所有的知識 都控制在教會的手裡面 但並表示 它沒有知識 它有一門非常奇特 而且幾乎是壟斷的知識 那就是神學 神學的產生 沒有辦法 因為聖經本身 不是一個 coherent 一個文本 所以神學是要幹什麼 神學原來的使命 是要去解釋 聖經當中 你看到 你看到約翰福音 跟你看到馬克福音 發現他們兩個人寫的耶穌 兩個地方寫的耶穌基督不一樣 或者當然有更嚴重的地方 比如說你發現 詩片裡面 對於人的肉體 有那種描述 跟耶穌告訴我們 耶穌告訴我們 我們應該要過的生活 是有抵觸 是有聰明 或者是你再往前看 你發現在那個 在那個 摩西五書裡面 他的那個 上帝的形象 跟新約聖經裡面 耶穌基督 在曠野上面 他所叫曠的上帝 好像不是同一個上帝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就需要神學 來幫我們解釋 所以他本來是 最大最重要的一個學問 就是聖經解釋學 然後從聖經解釋學 發展出神學 從神學當中發展出一種 非常奇特的邏輯 那個邏輯不是我們今天所熟悉的邏輯 因為那個邏輯 他不能依照 我們剛剛講的經驗法則 來決定真理 最後還是要回到 聖經上面 來做檢驗 也會從聖經上面 出來一大堆 細菁古怪的問題 比如說 在中世紀的神學裡面 還有一個問題 到後來 秦弘主義時代 最喜歡拿來嘲笑神學 或者是攻擊神學 所以說 的確真的在神學當中 畫了多少累積 畫了多少篇步 畫了多少篇步 討論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一個針尖上面 能夠佔集的天使 我們到底有沒有辦法這樣決定 其實這中間 背後牽涉得到 它是一個 比較誇張的形式 來 整理這個問題 他真的要問的是 天使到底有沒有質量 天使有沒有大小 所以 天使跟具體的認可 我們這個世界上面 具體的物件 有沒有辦法比較 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這樣的一個問題 當然不能成為 推理想說的題材 因為它無從於推理 中世紀的後期 就是從神學當中 開始發展出 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國際 而在中世紀 開始發展神學 從神學當中發展出 這裡面包括很多神學的阿肯 在這個神學的阿肯文 過程當中是一個很重要的 關鍵的一個 他開始採取了這個態度 用經驗法則 引進經驗法則 引進歸納法 創造歸納法 變成神學當中 當時是幾乎被 視為異端的 一種神學論證的方法 這個人叫做 芬茜茜 這個人叫做 培根 那 培根是什麼 培根 你如果名字 玫瑰的名字的話 你會發現 他在裡面出現 他怎麼出現 他用什麼樣方式出現的 他就是這個威廉師父的 最要的朋友 這個威廉師父 他之所以變成這樣一個威廉師父 他在小說裡面 他有非常明確的一個背景 他一度他曾經擔任 當 林匹斯特 林匹斯特是什麼 林匹斯特是審判官 這個審判官在幹嘛 他們在尋找 他們在判斷 誰是異端 那異端是怎麼判斷 異端的判斷 照道理講 也都是按照教會裡面 比如說教會 這麼多年 從中世紀 然後甚至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 教會 天主教會跟英國國教聖功會 平斷判斷 誰是異端 其中一個很奇怪的標準 對我們很奇怪 認真的不得了 就是你相不相信三位一體 你相不相信Trinity 三位一體是什麼 就是相信 聖子、聖父、聖子、聖靈 三者、合而為一 雖然他們後來 我在講他又變異端了 那你說到底相信Trinity 有多重要 在聖靈有一個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威廉他原來是一個 彼斯特 他是在判斷 誰是異端 誰是異端 可是小說開始的時候 他已經放棄他作為 彼斯特的這個生涯 其中小說幫我們解釋 有一部分就是因為 他受到培登的影響 因為他再也沒有辦法相信 他自己在做一個 以彼斯特的操作 去面對這個人 然後你說他是一個異端 這個異端的標準到底在哪裡 他跟培登作為好朋友 他開始產生了一種新的態度 在十四世紀的時候 全新的一種歷史性的態度 他認為我們不能用 主觀的光是聖經上面的記載 或者是教會的教條 來決定什麼是事實 什麼是真理 我們應該要找到一個更堅實的 直擊在於上帝所創造出來的 這個世界物與物之間的 這種有規律的彼此之間關係的 這種規律 來決定什麼是事實 來決定什麼是真理 這就是西方邏輯的起源 這當然也就是後來的推理跟推理小說 必須要建立的唯有的最重要的基礎 所以為什麼說 這是最古老的神探 因為任何的神探 你把它寫在十三世紀之前 你把它寫在十四世紀之前 你把它寫在西方 這個傳統 這個環境以外 他就不可信 我不知道你剛剛心裡面 當我在說 這最重要的神探 你能力把他挑戰的時候 心裡面是不是原來已經想到 照理講 你有可能會想到的 一個可以挑戰我的例子 你們有看過敵人節嗎 敵人節是不是一個神探 當我講的是劉樂華的例子 不是那個武則天 武媚良裡面的敵人節 敵人節是個神探 當然那個神探推理的部分 沒有那麼強烈 但他本來是要用一種神探的方式 來拍這個電影的 事實上也有小說 是設在唐朝的背景的 推理探診小說 但這樣的小說 跟玫瑰的名字相比 為什麼還沒有辦法 推翻或沒辦法挑戰 郭所說的最恐怖的神探 因為在歷史上 他是佔了主角 在歷史上面 除了西方從三世紀開始 所產生的記號 逐漸所形成的推理 後來變成了邏輯化 變成了威納法 更幾乎變成了科學方法 變成了科學的基礎 沒有任何的時代 沒有任何的社會 沒有任何的社會 曾經產生過 這樣的一套思考方式 中國當然沒有 唐朝當然沒有 所以那是經不起歷史的討厭 當然 因為我竟然講出了 另外這個判針 說 那像結日節症的東西 拜託 那是經不起歷史的 檢驗和討厭 考證的 那你就擁誤地說 那難道 玫瑰的名字就可以嗎 很不幸的是 它還真的可以 這是它另外一個非常恐怖的地方 因為它不是一個 偵探小說的作者 所寫的作品 它是一個中古學者 所寫的作品 所以它是莫名其妙 誤打誤撞 在一個很奇怪的一個環境底下 這個世界莫名其妙 賺到撿到了一部小說 不只是這個偵探小說 是小說上面的經典作品 雖然這個作品到現在 不過三十幾年的時間 我大概有足夠的把握 它一定可以留下來 變成一個重要的經驗 其中很大的因素是 跟這個作者有關係 而這個作者 它本來沒有任何的道理 去寫小說 各個的話去寫偵探小說 然而就在1978年 也就是它開筆寫 用意大利文 在意大利開始寫 玫瑰的名字的時候 發現了 發生了一件到現在 今天大概大部分人 都遺忘掉的事情 但這個事情在當時全世界 極為重要 尤其在意大利 再重要的國 你們知不知道 現在的文化教宗的名字是什麼 是誰 不會吧 我還擔心說 這裡會不會有教徒 在我講的過程當中 被我喝醉 現在顯然沒有 現在教徒不意大利 有人不知道 教宗的名字 好啦 我們再往前 其實我們重點會在講 現代的教宗 在二十世紀裡面 出現出過幾個重要的教宗 例如說 在二十世紀 任期非常長 幾乎是最長 而且在 路過了最關鍵的 那個世界重大變化 關鍵時刻的 一個教宗 你們應該對它有影響 因為它時間 它在外的時間真的很長 叫做若望保羅二世 這應該知道吧 這應該記得 它為什麼那麼重要 因為它來自於波蘭 當時 波蘭竟然選出一個波蘭的主教 竟然選出一個波蘭的主教 來當教宗 當時的蘇聯是嚴正的抗議 因為蘇聯當時是把這件事情 視為是對於 共產黨對於共產集團的 一個重大的挑釁 所以它來自於波蘭 而且就在它的任期之內 看到波蘭外相倒塌 看到蘇聯集團滑解 也經歷了龐大的 比如說完全全新的一個時代 這個時代裡面 像是女性主義的星期 像是同志研究的星期 所有這些新的價值 一波一波的衝擊天主教 都在若望寶陸二世的任內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 若望寶陸二世這個名字的來源 比如說在前面我們看到的 波蘭 我們看到這個教宗 本賭十六 本賭十六排到十六 更不要講若望 若望如果我印象沒有錯 會排到二十三 可是若望寶陸 是一個奇怪的名字 這個若望寶陸二世呢 它為什麼叫若望寶陸二世 因為這個名字是把若望寶陸 這兩個名字結合在一起 它最早最早出現 希望你們應該 這個基本的 這個基本的嘗試 我又忍著要講這個笑話 這個是霍布斯邦的笑話 霍布斯邦他在講 在批評 到了二十世紀 那個他所面對的英國的學生 二十世紀末 他在教書的時候 他所面對的英國學生 已經沒有對歷史 無感或沒有嘗試到 什麼樣的程度 他說要在課堂上 講重要的二世紀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 講完了 課堂講完了 有學生舉手 有沒有問題 什麼問題 學生跟我說 老師你剛剛一直講 所以說 那我講這個笑話的意思是說 希望大家不會 等一下問我說 因爲我本來就要講 那若望寶陸二世 那一定該有個 若望寶陸一世咯 是的 觀點就在 若望寶陸一世 若王保禄一世呢 他就是在1978年的時候登基的 他登基的過程當中是當時的重大的新聞 你們知道教宗怎麼選過來對不對 就是所有這些書記主教在那裡一直投票 然後投票呢所有人守在外面 等著看著原延聰有沒有冒煙 這兩天剛好有一個相關的新聞 不完全是同樣的 就是你們如果有喜歡聽音樂的人 你們知道這兩天 國際樂壇的重要的方式 是柏林愛樂還原正在選 Samurato離開了以後 這個全世界國際古典樂壇 最受矚目最重要的指揮 這個音樂總監的位置會落在自己的身上 他是由柏林愛樂的所有的成員 投票產生的 所以如果你們去看那個新聞報道的話 幾乎很有可能的新聞報道 講到柏林愛樂 投票選音樂總監會提到教宗選舉 他們是早上十點鐘就進去 然後就一直在那裡討論 一直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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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到本來是五點鐘 應該有人解決出來 結果後來是誰你們知道 我講什麼你們都不知道 你們都故意的 後來沒有得到結果 所以為什麼這是一個大新聞 所以為什麼會一直提到教宗 因為還好 教宗的選舉是不可以沒有結果的 只要沒有結果 這些書一書叫就不能出來 所以遲早會有結果 這一次柏林愛樂他們的選舉 到後來到了晚上 基本上經過將近12個小時之後 他們出來 然後對外宣布說 沒有結果 他們會繼續開會 會繼續尋找 外面就有很多傳言 基本上團員是不准對外宣布 究竟裡面發生什麼事 手機也都被收著 可是還是一定會有傳言 其中一個重要的傳言就是說 他們團員一共投票投了四次 但最後沒有辦法拿成共識 投出這個下一任的議員總結 如果你們看國際新聞 那一定會有新聞 例如說 英國衛報的新聞就會提到 還好 如果我們想到教宗選舉的話 四輪沒有投出結果 還算是 不是一件嚴重的事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一般教宗的一個投票 四輪是非常快的 根據我們政治可以說 四輪至少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上面 是前所 應該說是 應該說是 在二世紀的所有教宗的選舉當中 只投四輪就產生 這是一個紀錄 不是慢喔 是最快的紀錄 那你們知道誰 不用有這個紀錄 也就意味著 在二十世紀 所有的教宗的選舉過程當中 這個人 他是得到共識最高 所以最快拿出來的 這個人就是 諾王黃民視 他在 1978年的時候 只靠 四輪投票 他就當選 然後呢 他當選了之後呢 他很快就 風靡全世界的新聞 新聞界 所以呢 他就得到了一個綽號 他的綽號 得來不易 不可思議 因為他得了一個 他得了這個 他的綽號叫做 微笑叫做 或者是 smiling home 為什麼說 他得到這個 這個 綽號 得來 非常非常的神奇 因為 這個 落望保護儀式 這個教宗 他在位的時間 總共只有 三十三天 竟然三十三天之內 他就征服了 不到三十三天的時間 他就征服了新聞界 給他這麼正面的一個綽號 不過當然 重點是 他為什麼只佔為 三十三天 他在 1978年 他在1978年的8月 秀任 然後呢 在1978年的9月 他就突然去世 這件事情 在當時是很大型 第一 他去世的時候 現在這樣聽起來 就開始像 特利小說 第一 第一 他去世的時候 他六十五歲 第二 他一個月前 才剛剛選上教宗 為什麼書記主教 投票的時候 要投這麼多次 你要知道他們 他們有各個不同的立場 還有 他們要考慮多少因素 健康的因素 年齡的因素 一定在他們考慮一下 換句話說 一個才六十五歲的人 然後他選上教宗 就表示這些書記主教 都認為 他的健康病人 沒有問題 再下來 羅王保禄二世 死的時候 他人 對不起 羅王保禄一次 他死的時候呢 他人坐在床上 他的眼鏡 還戴在臉上 依照 後來教廷發布的訊息 說他去世的時候 他自己一個人 一個人在管理 沒有任何人目睹他的死亡 沒有發出任何的聲音 所以是到了清晨的時候 負責服侍教訪的人 才發現他的事 所以呢 後來的訊息告訴我們 他是在夜裡 而且看起來 你看他眼睛還戴在他的身上 所以他沒睡著 或者他睡著 他就死了 他應該是在夜裡死的 什麼時候他們知道他死了呢 是到了清晨去照顧他的人 發現了他的死 發現他已經死了 但我們外界 什麼時候知道這些事情呢 是距離 依照教廷給我們的訊息 這個他服侍他的人 知道他死了之後 整整八個小時以後 消息才算出來 這八個小時當中 發生了什麼事 細心的人 還會發現 在教廷發布的消息當中 少了一個關鍵的訊息 那就是教廷官方 驗屍官的正式報告 不在這個訊息裡面 在探訪的過程當中 光是驗屍官 到底是什麼時候的驗屍 記者得到的 都是不一樣的答案 到最後才出現一個 統一的答案 驗屍官驗屍的時間是 下午五點 為什麼到下午五點 才驗屍 好 看到這樣的過程 你會有什麼感覺 我想不要理你們 你們是更神經的一群人 或是神經敏感的一群人 微笑教皇 很快的他的綽號 在新聞上面 三十多年之後 他就改變了 原來叫做 Smiling Hope 現在沒有什麼 Murder Hope 被謀殺的教皇 那有了各式各樣的 不同的說法 所以這是當年 一九七八年 因為你們不會知道 你們忘記了 或你們有沒有經歷過 所以是一九七八年 最重要最轟動的 國際行動之一 而且他後續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有至少有四本書 因為我都知道有四本書 所以我想到說 至少有四本書 就是在講 這個 Number Hope 到底誰上面 若望保路一次 這四本書呢 很有意思 這四本書的寫法 跟答案 都不一樣 其中有一本 認為有一本說 有一本的說法是 所以若望保路是被 教廷內部的保守派給殺了 因為他們知道 若望保路 這個集位了之後呢 他會積極的推翻 教會反對 就是禁止捷獄 他們認為若望保路 他的開放的態度 會願意讓教徒 例如說讓教徒 運用這個捷獄的 這種手段 這是傷害他們的信仰信條 所以他們把 若望保路一世給殺了 第二種 第二本書的說法 剛好相反 說 若望保路一世 是被 教廷裡面的自由派 殺了 這些自由派 他們原來在宣誌當中 他們支持若望保路 可是若望保路 上任了之後 卻對於自由派 把持教會的情況 大感不滿 所以他打算要才藝 自由派的力量 他們就先上次玩一下 把他給幹掉 第三本書 他的那個兇手 跟第二本書的主張 是一樣的 是 殺若望保路的 是 教廷裡面的自由派 可是 在這裡面 在這上面 他有一個重大的補充 是說 自由派之所以 大膽動手 而且用了很專業的 看起來是 聘了那個 黑手黨的 那種 專業職業手 去謀殺的 教宗 是因為他們 背後 有 蘇聯 KGP的 支持 陰謀 所以 KGP 滲透了 教廷 把持 或者 教廷的自由派 做 殺了 若望保路 第四本 這第四本 是唯一 我知道我看到 用小說的方式寫的 是從 教廷的銀行 開始寫起的 這我不知道 但我們可以想見 教廷有 非常非常龐大的資產 教廷有自己的銀行 教廷的銀行的賬 一定不會是 一般人輕易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呢 就在這個 若望保路 就任之前 教廷的銀行 有一個 可怕的 虧空的大的案子 這個案子 牽涉到的 金額是 2500萬美金 1978年的時候 所以為了 適合 他新的教宗 去查 這個案子 在這裡面 得到 虧空 把這個錢拿走的人 必須 現下這個圍牆 殺了他 光是 1978年到 1980年 我知道的 只有這四本書 講 被抹殺的教皇 而他們的做法都不一樣 我想這個是讓大家可以 可以 可以認知 你可以想見 如果你是 你活在 1978年 你是一個台灣人 你是一個天主教徒 還有 如果你在1978年 你是一個 意大利人 你會做個代價 你有什麼感受 是一個 是一個 意大利人 意大利當年 沒有別的 其他人 更重要的事情 另外 因為 教宗 因為教 羅保盧斯之死 以後 他所帶領 出來的 這整個環境 就掀起了 怎麼可能 掀起 意大利人的 推理任務 大家都變成了 推理 因為 在你身邊 就有這麼一件 大案子 要讓你推理 就很像 2004年的兩顆子彈 我們兩個 我們所有人 不管你洗不洗 你都變成 推理 只是那個案子 還沒有 叫做被 被 看起來叫做被 謀殺 更符合 推理的需要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 狀況底下 完全是偶然 完全是誤打誤照 在這樣的刺激底下 有一個 義大利的 出版商 他們就想要 好好的利用 這個 這個熱潮 來賣書 但義大利沒有那麼多 專業的 推理小說的作證 很顯然 義大利也沒有那麼多 好的 日文的翻譯者 所以像台灣的出版社 我們可以趕快 多搶益一些 日本人的 那個 推理小說就可以了 他們就想了一個方法 想要快速的 趕快在那個 市場的熱潮的情況底下 多生產一些 推理小說 所以這個出版社的負責人 他就會找他的朋友 在他朋友當中 兩個很重要的理解 一個很重要的理解 一個很重要的理解 是會寫作的 第二個呢 他知道他喜歡的 推理小說 對推理有興趣 這些人都是業餘的作家 然後就找這些人說 可不可以動作快一點 反正我們到時候會宣稱 這叫做 那個 這個意大利 業餘推理小說家的大集結 所以你每一個人呢 寫一部推理小說 不要太長 只需要兩三萬字 然後呢 所以很好處理 快速就可以出版 所以他當然希望 可以在那個 教皇的新聞 被謀殺的 教皇的新聞 退燒之前 可以一下子出個十本書 出個十五本書 來搶這個市場 這個出版商的其中的一個好朋友 他找到了好朋友 就是Labelico 所以他找Labelico 我們沒有看過他做真正業餘的事 他答應了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開始寫 當然他一開口 他就告訴他的這個朋友 說 推理小說 沒有寫兩三萬字的 我們就知道 他是有概念的 推理小說 寫兩三萬字 不能看 所以他接下來 他就下手去寫 但是他寫 寫到後來 大概除了他自己 每一個知道這件事情 最後 通通被他下牌 因為他叫出來這本書 就是女文的名字 這本書 秘密麻麻牌 像我 你看這三十幾名的書 六百多頁 那是一本五六百頁的大書 第一 讓這個出版社嚇壞了 這種書怎麼出版 一個業餘的偵探小說 作者 他寫了六百頁的大書 誰要看 誰要買 如果你把這書寶 讀下去 就更麻煩 他不只是寫了一本 非常非常厚重 有盼大大的大書 他這個書裡面 充滿了拉丁論 充滿了神學 充滿了中世紀的歷史的考證 那甚至包括他的推理 他的推理最重要的場景 是發生在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人 會有興趣 覺得會發生命案的地方 在一個讀書館裡 這就是一個學舊的書 誰要看 但這本書 為什麼它是名作名句名探的 經典重要的作品 就是在完全 莫名其妙的一個環境底下 集合了所有最不看好的條件 光衝著這件事情 你們不覺得 你們就應該去讀這本書 為什麼這本書到後來 它可以創下幾百萬本 為什麼這本書 會變成一個 要找死人看外來 來演的 這樣的一部 重要的作品 我在上次 我在推理這門六四季的那個 文章裡面我曾經寫過 我說 紐約時報 到這麼多年 暢銷書排行榜 雖然要登上 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 不是一件有意的事 歐爾了一眼 將近一百年的時間 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第一名的書 也累積了很多 我不可能沒任何知道 我根本沒任何看過 但我敢跟你講一件事情 斬釘截鐵跟你說一件事情 就是在你把 紐約時報過去曾經有過的 所有的暢銷書排行榜當中 列明在第一名的書 全部找來 我跟你答對了 玫瑰的名字 絕對是這個 所有的書裡面 拉丁文最多的 夠了不起吧 哪有暢銷書裡面有拉丁文 拉丁文不翻譯咧 連英文本都不翻譯了 所以中文本有時候 到我們那個中文翻譯的時候 它是非常非常麻煩的翻譯 西方的語言要翻譯玫瑰的名字 基本上它的做法都一樣 就是尊重 尊重 他在這個小說裡面的做法 有部分的拉丁文 就保留拉丁文 這又是另外 只有 做得到的 不只是只有他懂拉丁文 只有他有這種敏感度 他清楚了解 那個拉丁文 留什麼樣的拉丁文 在那裡 一般的一個西方的讀者 不管你讀的是英文 讀的是法文 讀的是德文 或者是西班牙文 你沒有讀過 你沒有學過拉丁文 你可以簡單的從 他留想 他的不翻譯的拉丁文當中 大致知道 這段文字大概在講什麼 他是很細心的判斷 把這些東西藏進去 好 關鍵在於 你需要這樣炫耀嗎 我們誰不知道 你懂拉丁文呢 你是個中世紀的歷史學家 你懂拉丁文 你根本可能在這一行裡面 你需要這樣炫耀 讓我們知道說 你懂拉丁文 不完全是炫耀 這在小說裡面 是另外一個非常神奇的 他要做到的 我說我必須要 我必須要這種方式 向他致敬 那是他明白的 他要讓你知道 寫這個小說 他用什麼樣的態度 在寫 他把拉丁文放在這裡 是要讓你 讀這個小說的時候 你永遠 任何一個時刻 你不會忘記 這件事情發生在哪裡 發生在什麼樣的時代 我們有時候 讀一些時代小說 尤其是我們如果讀的是 推理小說 那個推理會把我們吸納進去 以至於到後來 我們經常會忘記 那個小說的背景 到底是什麼時代 因為我們就只是 關心說 這個命案發生 這件事情 然後所有牽涉到這些人 那你讀玫瑰的名字 絕對不可能 沒有任何一頁 阿彌陀玫瑰會放過你 讓你知道 或讓你可以不知道 或讓你遺忘掉 這件事情 這整件事情 發生在 7月14日 他發生在一個修道院裡面 你跑不掉 那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兩個重要的理由 也是這個小說 重大的成就 跟重大的構陷 第一個 他要讓你知道 這些人 小說裡面所出現的這些人 不是我們 他們的想法 他們的思想 他們的觀念 他們所過的生活 跟我們不同 他在這個小說裡面 他做到了這件事情 那是很像 另外講的一個 有趣的一個典故 比如說 這個舞掌 我們今天都很習慣 當我們看了一個表演之後 會舞掌 但如果你讀過 阿佩戀歐可的論文的話 你會知道 阿佩戀歐可 寫過關於鼓掌 這件事情的考證 鼓掌怎麼來的 鼓掌的來源 鼓掌的來歷 跟中古過期 他最熟悉 他已經做了這一段 到唯一復興時代的 這個宗教劇 從宗教劇 到世俗劇的演變 是有密切的關係 宗教劇 他本來的一個右翼 跟他的想像 就是 我會利用演戲的方法 幫你帶到一個更美好的 宗教的領域 信仰的世界 所以宗教劇的作用 是轉移你的靈魂 雖然你人坐在這裡 可是你看著這個戲 戲要把你的靈魂 帶到一個更純淨 更崇高的一個地方去 好 可是 所以宗教劇演完 那時候 人是不會鼓掌 沒有這件事情 因為最好的方法 就是 你看著這個宗教劇 宗教劇把你的靈魂射走了 最好就不要回來了 對不對 就到天國去了 那你就 反正留一個 行屍走漏 在這個世界上 迷離到了更美好的世界 可是從 中古過期 到了 回復興時代 產生了一個奇怪的現象 原來演宗教劇的地方 原來演宗教劇的人 開始演四周劇 他就產生了一件奇怪可怕的事 就是如果依照原來的邏輯的話 那這個演戲的人 這個戲 把你靈魂射走 你去到另外一個地方 可是這個時候演的是四周劇 那四周劇把你射走 他把你去 到那個非常墮落的 口部的那個敗德的地方 那你去了 當然你也可能希望 你自己一去不要回來 可是那你靈魂 就不是操聲 而是靈魂 所以為什麼會鼓掌 鼓掌成在四周劇的那個情況下 由教會強力的施壓 當然教會原來是反對 也四周劇 後來一看 擋不住了 那原來是一個儀式 那就是一個招魂 把自己的靈魂叫魂 所以到現在為止 其實西方人到現在 他不管知道這個典故 他們是有這樣的一個基本的精神 你什麼時候鼓掌 或你為什麼要鼓掌 如果你覺得這個表演好到 你遺忘掉了你自己 他把你的靈魂射走了 你就拼命地鼓掌 打算鼓掌 免得你跟靈魂叫我過來 如果這個人沒有這個本事 把你移到別的地方去 那你幹嘛鼓掌 我從頭到尾 一直意識到說 我在混時間 你什麼時候才要結束 你到底還要演到哪裡 你不會要鼓掌 你不需要禮貌的鼓掌 因為你不需要把自己叫過來 你從來沒離開過 我說 在那個 Amerioco 他的 他想說的一個 重要的企圖 你看他知道這些底部 所以他想說要幹什麼 他想說要把我們移到 那個時代 移到那個修教院裡 他為什麼有一個拉丁文 他要讓你一直在那個環境裡面 他要讓你好像 離開了21世紀 那是20世紀 離開了20世紀 離開了這樣的一個 現代的環境裡面 你變成了那個阿守 你變成了William 或者是你變成了在那個 圖書館裡面 畫圖的那些修士們 你從頭到尾清清楚楚 進入到那個修士的生活 更進入到他們的想法 跟他們的觀念 他們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所以讀這個小說 有一個很重要 很過癮的地方 你為什麼應該要投入去 你不要保留 你把你的靈魂 交給你 那他就是把你帶到 那個莫名其妙的地方去 他會把你吸在那裡 會讓你走 他的第二個重要的企圖 他的這個歷史的背景 把我們移到這個歷史的地方去的時候 跟他的小說的推理 跟他的推理的野心 那是直接撤離的結構在一起 他是一個多麼自尊自重的人 所以他為什麼一寫 他就寫給我們多頁的推理小說 他沒有要寫 隨便寫一個推理小說 他的心情跟剛剛一開始 我今天交代我來的時候 我心情是怎麼樣的 要做 我們就要做 像樣的東西 我們就要做 夠我們的東西 我們就要做出一個 可以有一個 最高級的形容詞 你們不能把它拿掉 他心裡面絕對有這個 所以他要做的 那個形容詞 最高的形容詞 是他要給我們一個 叫做 最離奇的命案 那這個最離奇的命案 我們已經讀過這麼多的推理小說 很多推理小說都號稱 叫最離奇的命案 所以用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塑造出別人拿不掉的 最離奇的 這四個字 阿彌陀佛Eco 在想過你們做到 我只能把 他那個前提 跟他做到 這樣跟你們講 因為你們應該要 這是 基本的到來 你們應該要自己去 阿彌陀佛Eco 從一開始 他就設定了 說老實話 這樣講還是有 劇透更破口的 一些意義 但沒辦法 隨時叫你們 門關了 你出不去了 阿彌陀佛Eco 最後一個要做到的事情 你們想想看 如果你是寫特朗小說的人 你怎麼做到這件事 你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做這件事 這裡面有兇手 有動機 那他寫到這個小說 第一 這個動機 如果是像我現在在這裡 用這樣簡單 實際的方式告訴你們說 玫瑰人的名字裡面 這個兇手 名字叫什麼 他之所以殺人 他的動機是 點點點點點點 這一屋子的人 我要保證 絕對做到一件事情 你們沒有看過 玫瑰人的名字 然後我直接告訴你們說 這裡會發生一件兇案 這個兇案 那些兇手殺了 都只一個人 連環的命案 最後 這個兇手之所以殺這些人 是因為什麼什麼什麼 圍剿完 所有的痛痛要痛 有沒有 沒有一個人會相信 在這個世界上面 有什麼樣的殺人的動機 你可以保證 這一波子的人 我只一講出來 為了一塊錢殺人 有人會相信嗎 說不定還是有人會相信嗎 還有一個奇怪的動機 你必須要聽到的內剎那 第一個是說 我從來沒聽過 有人為了這種事情殺人的 真的 從來沒聽過 第二個是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有人為了這種事情 為了這個動機而殺人的 他佈置在這裡 這個最後出來的殺人 就是這樣 第二個 他要讓你 如果用這種方式 你聽了 你每一個人都不相信 每一個人都搖頭 每一個人都沒聽說過 可是如果你跟我一樣 你前面沒有聽過 楊召跟你講玫瑰的名字 你傻乎乎的就開始 這部小說 你當時也沒看過這個電影 然後就按照這個小說 你一路留不下去 你讓阿彌陀佛他 把你移到 那個古遠的時間裡面 移到一個 你完全陌生的修道院裡面 然後那小說的寫法是 按照修道院的生活的 每一個程度 早餐 每一樣你進入到那個 修道院的生活裡面 然後遇到的這些事情 然後你跟 跟隨著這個叫做 鬍子的這個學徒 然後呢 用他的老師威廉帶領著他 然後一步一步的去追查這個命案 找到一點一滴的線索 然後更重要的是 你進入到了所有的這些 修道院這些人 包括什麼叫做聖本堵修道院 這個聖本堵修道院 他們跟教宗跟教皇 在亞維隆的教皇 分裂當中跟亞維隆的教皇 他們彼此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 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 在這裡面 他們又試圖要在這裡 有一些什麼樣的政治的交革 這所有的關鍵的東西 全部都進去了 等到你最後遇到 那個命案水落石出破案的時候 你非但一點 你非但不會質疑說 哪有人會為這種事情殺人 你會填點心裡面抽點被子 花鳥 你會發現這整件事情 在那個時代 在那個環境裡面 完全是沒有 所以他要走的 他要帶我們 給我們這個閱讀的經驗 跟全世界 太誇張了 我所讀過的任何一個 可以小說 透露 他要把你轉進到 一個很重要的是 我們遺忘掉的 我們今天我們所熟悉的這個生活 在人類的歷史 在人類的文明當中 它是一個少數 它要把你移到一個 其實是 如果我們用人數講的 如果我們用時代講的 遠比我們多數 遠比我們漫長的那樣的時代裡面 那些人已經被遺忘的 他們所關心的事 他們所在乎的事情 他們看這個世界的方法 他們看人生的方法 還有他們看 什麼樣東西叫做 最不可色的行為的那個觀念 這些東西不是我們的 甚至我們可能從來都沒有過 但是那是人 他要把你帶去 看到人 你不知道人曾經存在過的 那個歷史的那一面 而他用這樣一個 激烈跟戲劇性的手法 那個推理 就有特別的功能 因為他是推理 所以他會最強烈的 在你的腦子裡面 像一個釘子一樣 打進去 讓你永遠不會忘掉 曾經有過那樣的時代 在那樣的環境裡面 那些人 因為他們的生活 因為他們的各種不同的人際之間的交往 他們認定 可以為了什麼樣的事情 殺人 並不是他們輕呼殺人 殺人對他們講 仍然是極為重要的事情 而是極大的罪惡 那有什麼 比殺人更大的罪惡 他們覺得應該 而且他們必須 用殺人的手段 來阻止死人 我只能講到這裡 你就知道說 如果你用這種方式來看 《玫瑰的名字》 這個世界上 真的只存在 一本這樣在這裡來講說 一本這樣可以進去 沒有任何一本推理小說 在他的條件上 作者自我設定的條件上 比《玫瑰的名字》更加嚴苛 而竟然他真的能做得到 我 Elon Waller太神奇了 因為他不僅這樣做到 他還行有餘力 所謂行有餘力 因為 Éứan唯走 又是被放到一個叫做業餘家系列 業餘作家的系列以下 他一定也就有很多福氣 你說我業餘 我要告訴你說 我對推理小說的傳統有多熟悉 我對文學小說的傳統很熟悉 所以他另外耍了很多小手法 那個小手法都是在暗示我說 如果你讀夠多的推理小說 你就知道 在這裡我讀過你讀過的這些小說的 不是這樣幾個小的動詞 有時候最明顯的兩個東西 一個是威廉跟阿索 阿索是敘述者 他是一個學人 威廉是他的老師 是他的師父 所有的故事是由阿索 他的第一人成名寫下來 然後用他在旁邊 跟著他的這個老師 讓他來記錄 老師多麼神奇的推理 太明確了 這就是佛摩斯跟華聖的關係 他就是刻意複製 佛摩斯跟華聖的關係 但他同時 也就是要如果你很熟悉 佛摩斯探案 你去看看我怎麼寫華聖 我的華聖跟柯南道的華聖 有沒有些什麼不一樣的 再來 再來 這個人叫羅威廉 他是英文人 威廉這當然是在英國 是非常平常的名字 但一個威廉師父 我為什麼一直講威廉師父 威廉師父 一個威廉師父這個是考驗我們說 你有沒有讀過文學 你有沒有讀過德國文學 你有沒有讀過 你知不知道有一個 德國的大文號 叫做歌德 你說歌德最重要的其中的一部作品 除了什麼事的之外 叫做威廉的學生 那是最重要的一個成長享受 然後講的就是 一個人如何成長的過程當中 那是整個那個 德國的 德文的 Bilders Hommel 成長小說的最重要的關鍵 關鍵的經典作品 這個人叫做威廉 他自己回溯他的成長過程當中 歷歷都在指向 歌德的另外一個作品 所以他裡面藏好多好多的經典的段落 那也就是在考驗他 你看過他 你沒看到你沒看過 你就看過去不算 但如果你看到的話 對 他真是一個愛炫耀 但他的炫耀還真麻煩 我們才能夠知道 因為那不是一般的炫耀 那不是目前的炫耀 在玫瑰的名字之後 他又寫了另外一部大炫耀的書 但是這部大炫耀的書 對他來講 就是相對的那個命運悲慘 這本書叫做複刻版 這本書他的命運為什麼悲慘 因為他後來被Dame Brown 抄襲改寫 變成達文心理馬 所以這就是 如果你不懂達文心理馬 如果你還喜歡達文心理馬的話 你知道 請你出去 門在那裡 請你去看一下複刻版 你就知道Dame Brown 真的陷害 最明顯的 那個 导文心理馬 最清楚的一個描述 這是 导文心理馬 剛剛出版的時候 如果你們去查 當時Amazon 在亞馬遜 在亞馬遜上面 應該是排名第二或排名第三 最早寫書評的一個書評 一個讀者的書評 第一句話就是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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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是 為白癡寫的複刻版 然後他接下來就列舉說 複刻版裡面怎麼講 這個 複刻版 複刻版藏了一些什麼 跟宗教有關係的這些 這些名牌 被Dame Brown 的方式改寫 然後呢 把它寫成 用不到weight Denblad的書很威風 但是第一個 如果沒有Aphidological 如果沒有復刻版 不可能有 大維新年 包括宗古神學 然後宗古宗教那些東西 不是Denblad自己能 可以去承擔去承受的 但是今天 大部分的人 包括你們 包括你們知道 那個 大維新密碼 那些我刻意把他名字給忘掉 知道大維新密碼 但你們絕大部分人沒有看過 不可能 這是不對的 而且我這樣聽起來這樣講很討厭 但這真的是不對的 你們怎麼可以不讀玫瑰的品質 你們怎麼可以不讀 不可能 如果你們不信的讀了大維新密碼 我沒辦法原諒 話說到這裡 一方面是時間到了 其實 玫瑰的名字還有太多太多東西 可以講 都好 因為時間到了 那如果我再說一下 所以它 從推理的角度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深度推理 因為推理不是為推理的推理 再向來另外一件事 它不只是一個推理 它裡面放了好多好多奇怪的討論 這些奇怪的討論 在閱讀的過程當中 你有說 原來你都沒有把握說 或者你會懷疑說 這些跟命案真的有關係嗎 你有說 去討論 耶穌到底會不會笑 有趣的題目吧 也夠無聊的題目吧 耶穌到底會不會笑 笑話 笑 到底在神學裡面 在基督教裡面 是一個價值 還是一個罪惡 人可不可以笑 應不應該笑 長篇大論的討論 不過例如 中間一大長串 然後其中那個 那個兩邊的代表還打起架來 討論一件事情 辯論一件事情 那就是 那個 San Francisco 這個叫什麼 聖方記 聖方記 這個renounce 所有的財產 拒絕 去除 身上有沒有任何所有的財產 算不算 有一個意義的關 耶穌是能擁有財產 教會可不可以擁有財產 擁有財產的意義是什麼 一長串的討論 兩邊吵架 吵到 那個 各方 兩邊提出他們各種不同的意見 這些跟命啊 沒有關係 我們當時 在越南的過程當中 也會有關 但是我真的要請勸大家說 你要 耐心的討論下去 第一個 因為這些東西 如果你有那個耐心的話 它極為有趣 還是一樣它讓你知道 人類在用我們的智慧 用我們的思考的時候 在你們所喜歡的推理 有理可推的條件跟環境 成立之前 絕大部分的時代 絕大部分的人 是那樣在思考的 第二件事情是 它跟命案跟推理 到底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 因為你必須要透過這些環境 這些背景 才能夠了解這些人是誰 你後來才能夠知道 為什麼命案會有各樣 完全不可思議的動情 你不去加入他們這些討論 你不進入到上思考的模式 就是你就無從了解 命案的動機 命案動機出來的時候 你就昏了 你就沒有真正 讀到這一本書 所以這本書 它不只是值得讀 這真的可以可以證明出來 現在我帶來的書 一看你就知道這個書 你知道看過多少次 老舊的不得了 那一本書 他可以看 他可以一看再看 推理小說 最難最難 當我們在講經典推理的時候 推理最難的一件事情 就叫做經典推理 因為經典的 解釋 最簡單的就是 他經得起重 一而再重 絕大部分的推理小說 如果他靠的就是推理 就是解釋 沒有辦法去第二次 這個小問題可以用第二次 因為第三次 可以像我三十年之後 我幾乎覺得 我所有的每一段細節 我都記得 我都還能繼續做 讀到 或許有一天 再過二十年 我會把那個拉丁母 我全部都讀到 你們真的 應該可以 好好地看一下 你們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楊道老師 為了祈求他的原諒 所以我在主持這個 這場講座之前 我就兩塊二 是新的版本 是你安逸的版本 而且他為了要能夠原諒我 他就把新的版本 今天非常地高興 就是能夠聽到這一場 我覺得你是想要顛覆我們對整個日本的推理小說的歷史 還是說你想要改寫這個歷史 因為這個愛倫波的這個偵探 那個杜賓或的班辰杜邦 是被稱為是史上第一位重要的偵探 而且他是福爾摩斯的原型 可是今天楊兆老師呢 用他的博學多文 用他的引經句點 完全告訴我們說 他杜賓或杜邦子派迪爾 頂多派迪爾 所以像這樣子來讀推理 他有歷史 有政治 然後有更多的 可能對某一些類型的 就是某一類的學問的更深度的挖掘 那老師在那一本推理之門有此境裡面有講到 推理經典要如果 如果他們成為經典需要有具備三個條件 但我只講其中一個條件 因為剛剛老師已經提到的說 他值得一再的重讀 而且要越後越好 因為你的快樂會延長得很多 也就是說 當你需要搭十幾小時的飛機 或者搭十幾小時的火車的時候 請選擇玫瑰的名字 再次謝謝 你們知道嗎 我想再用一下大家的時間 因為這個推理 真正推理學堂總共有八個講座 那第二場也是重要的講座 也是在這裡 新一學堂是六月四號 曾國立先生來跟我們談 這個推理與旅遊 從五個五本書五個重要的作家來看 推理跟旅遊之間的關係 想當然應該是非常的有趣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也就是後天五月十五號 在紀州安是東陽 要來跟我們談華文推理何處去 關心華文推理創作 東陽因為也做類似這樣子的小說的課 所以也非常的歡迎大家一起來聽說 兩岸三地目前 在這個華文推理創作上面 他有一個什麼樣子的 碰到一個什麼樣的困境 他未來的展望是怎麼樣 那所以呢 非常的 歡迎大家能夠繼續的支持 TATSEI生活舉辦的這些講座 我們有沒有時間可以提問 可以 不知道今天關於這個愛可的玫瑰的名字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跟老師交流 或者是想要發問的 老師好 就是在愛可的這個後記裡面有提到 當初編輯希望他刪解前面一百頁的內容 那很可惜我就是成功了一百頁的人 就是因為他應該已經發生命案了 可是通常一般的我們現在讀的推理 下一頁就會開始辦案 可是我很不能忍受的是 他竟然說我們待會再去看看 然後兩個人在聊天這樣子 對然後就是想請教老師就是說 你從你的觀點來看的話 就是對我們這些撐不過前面一百頁 就是一直在用老師的話 是讓你融入那個時代的修道院的生活 那我們就是沒辦法融入 那該怎麼辦 謝謝 我大概也不能建議你怎麼辦 該怎麼說呢 耐心 尤其是耐心讀玫瑰的名字 會有好報 會有非常厚厚的回報 我唯一能夠幫助你的是 一些準備 就是說為什麼我會說派我回報 為什麼我沒有耐心撐過 其實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因為 你預期你在讀這個小說的時候 你只不過為了命案 但阿伯利奧特真的是為了這個而泄 阿伯利奧特寫了六百頁 如果他就此為了一個命案的話 我撐不過去 這個六百頁比起任何 應該講說 Echo在這裡面所放進來的東西 事實上遠超過於六百頁比 我舉個例子來說 那個編輯其實會最有意見 最有意見 最希望他 而且應該相信他會願意刪掉的 是他最前面的那一段 那最前面那一段到底在講什麼 最前面那一段 是假裝用Echo 但是Echo又明白的看起來 變成另外一個人 因為他還中間牽涉到 跑掉的女朋友 然後呢把他的手稿 把他原來長大的手稿 給帶走了 搞了一大堆說 這個手稿的來歷是什麼 所以要讓我們相信說 接下來我們所看到的 以Echo作為第一人稱所講的這段故事 這不是一個二十世紀的一個小說家 虛構寫出來的 他是一個中古學者 在非常辛苦的環境 辛苦的努力的過程當中 其中還經歷了手稿被他領頭帶走的遺失 再去找到這個手稿 把這個手稿 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個 authentic 出自於十四世紀的 當時的人所進入的一個手稿 這一段要幹什麼 當然說 我為什麼要擔心 看你講這些 聽你講這些東西 這些 這不是推理小說 這是小說的本質 或是說二十世紀小說的 另外一個 對我們的重大的挑戰 或者是重大的刺激 那就是說 你為什麼相信小說 小說到底用什麼樣的方法 讓你用什麼樣的態度去讀 很抱歉 當我這樣講 可能會傷亡很多人的 包括你的感情 我其實非常非常反對 用這麼簡單的方式 讀推理小說 我也非常反對 大量的讀 你可以 不需要耐心做給你小說的 推理小說 我覺得那是浪費時間 推理 我們所可以看得到的 那個推理背後的 最根本的那個精神 畢竟仍然是一個 人類智慧 我們不斷考驗 我們自己的智慧 可以到哪裡的 一種好奇 或者是一種挑戰 但是 在 好的 推理小說 我在 推理資本有此境 我猜你也沒有 大概也沒有耐心點看得下 這個書 但我在 推理資本有此境裡面 我會講到另外一件 對我來講非常重要的事 好的推理小說 現在等於是小說 小說就是小說的邏輯 小說就有小說的作用 小說有小說跟我們人生之間 不一樣的 更複雜的關係 在 這個 Amedelco 他所動用的 那個文學的第一段 第一段 他在告訴你 或他在幫你 溫習 如果你自己不知道的話 什麼叫做二世紀 最流行的 那個小說的後色的寫法 或者是 如何去 接近一個小說 去職位一個小說的 能力 所以你如果願意這樣讀 Amedelco 這一段 光是這一段 再幫你準備 你會有耐心去讀 Cabinot的小說 你一定有耐心去讀 Cabinot的小說 但對不起 那也是很大的損失 又例如說 前面那段 他們剛剛 在 還沒有到修道園之前 那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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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是一個重要的文學的編故 他們兩個人對話的方式 就是要建立 福爾伯斯跟華盛之間的 這個基本的關係 然後要示範 或者是要讓你進入到那個 推理 歸納法 剛剛出現的這一件事情上面 那個那麼鮮活的一件事 我很遺憾你們竟然會讀不下去 就是 威廉推理出來 那批馬叫做什麼名字 那批馬現在在哪裡 那就是 如果這個你沒耐心 也就意味著很多福爾伯斯 你也沒耐心 因為福爾伯斯竟然也是這樣出場 看著那個街上 我一個人走過來 看著說 那一個人在佛尼西亞當火兵 剛剛從這個倫敦 泰伍斯的那個哪一個港口出來 發生什麼 你怎麼知道你認識他嗎 因為我看到什麼 你看到什麼 問過什麼這樣出場 那跟接下來發生的案子 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我不是用什麼口式認識 所以他在那個前面 他就是要讓你知道 他告訴你說 你是要跟著這樣一個人 去到這樣一個地方 比方說 那個修道院 巨系迷移 這裡有一個廚房 廚房裡面有些什麼樣的人 因為那些人 將來都是你要認識的 你不認識 有很多關鍵的情節 你根本進不去 比如說到聖夜裡面 在那個圖書館裡 進到圖書館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道路 這個道路 如果你沒有 你不願意動用想像力 這個小說就不會對你說話 他就描述那個走進到圖書館的 其中的這條路 要不然就從那個圖書館後面這樣出來 他還有一個圖書館 一個圖書館 你看 要經過一個像 Kalakon 的那樣一個地方 那裡面都是死人 就是死掉的修道士 他們全部都滿在那裡 你得要先通過一個死亡的幽默 然後進入到這個圖書館 到了小說的後面 這幾個象徵 通過死亡進入圖書館 或者從圖書館出來 必須穿越死亡這個象徵 多麼樣的重要 這不是推理 這是比推理更重 或者比推理更重大的文學 我幫不了太多的嗎 因為我只能堅持這樣 不太多 我覺得可以比較輕鬆一點 你三年後看你的好報就延遲三年 你五年後看你 你那時候有耐心看 那就是五年後的事情 我覺得也不要勉強 因為我自己 第一次看的版本的時候 我是非常快途的 因為我對那個長意明確實有障瞞 所以我那一天跟楊詹老師討論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認知跟他的認知是不在意的背策 所以呢 他有一個說法是 書其實剛開始讀不懂或讀不進去 並不重要 就是但是你有機會 你想到他你又繼續的去接近他 然後呢 他所拿到的摩采券 講卷跟我拿到的講卷不一樣 差別只是在這而已 所以呢 也許有一天你可以挑戰 好 楊詹老師你好 我相信就是翻譯的這些作品 就是翻譯的人對於這整個文學作品 有很大的影響 那我剛好看 讀的是很早期的 你會的你的作品 然後我不知道說 這個新的一本有沒有什麼 在翻譯上的差別 疑惑沒有太大差別 是不是回家就那一本就可以 還是說他有一些新的一些 不一樣的東西 或是一些小的彩蛋在裡面 是值得我們再去買一本新的來度 謝謝 對 我覺得新的版本很值得 大家有機會再讀它 是因為第一個當然是 在藝文上面 有一個蠻大的調整 然後第二個是因為它是 艾可在前面有加了一個新版的序 那對於新版的序 其實我很喜歡它的態度 他說 要說它是新版 它自己有一點不敢當 太過嚴重了 但是它修改了一些地方 它也成了裡面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它也透過這個機會 它能夠去修正它 還有另外一點是 它有拿掉一些拉丁文 也有修正一些大丁文 所以呢 應該蠻好的 我想應該是蠻好的 這當然就是另外一個遺憾 就是說 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作品 在台灣找不到 好的或相稱的中文的譯本 那我一向的態度 真的都是 聽起來就很怪 英人討厭嗎 就是 可不可以請你們 再多有一點耐心 例如說 你可以找到一個英文的翻譯本 跟你的中文的翻譯本 一起讀 順便尋應 我的意思是說 有的時候是 我們知道 而且我們信任 這是一個 夠重要可以給我們 夠豐富的作品 我們值得為它 付出這樣的 那個 因為你不用每個字裡都認得 但是 多一個藝人在你旁邊 你邊看中文的時候 你比較容易察覺到 中文可能出的問題 我一向 很多很多重要的書 在台灣 沒有辦法進入到 我們的生命中 可是我非常非常可惜 是因為 我們沒有付出 相對或者是相稱的努力 來接近這些作品 包括我們的譯者 不夠認真 所謂不夠認真 我的確讀過很多 譯者自己搞不清楚 那個文字到底在講什麼 印譯的那種原本字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嗯 我不知道你們 會對於那個外文 有多大的恐懼 可是就很像 我會常常勸大家 就是說 聽音樂一定要看樂舞 不要一直覺得樂舞 是一些很可怕的東西 我們跟這些東西 這些符號 這些記號之間 我們都可以有可深可淺的關係 那可是我們在過去 我們受教育過程當中 我們真的有一個很快很快的習慣 我們腦裡頭 拿到一樣的東西 我們通通都要懂 譬如說 叫你看英文 你就以為 他這個字我看不懂 那個字我看不懂 你沒有叫你這樣看英文 我只有說 你有個中文翻譯本 你同時有個英文本 在旁邊 一句對一句 你一定會發現 英文沒有那種可怕 很多英文字 你都認得 不所謂 因為慢慢你就會認得 或者是 像大家可能讀很多 日文翻譯的那個 推語小說 你有時候真的可以拿一個 日文一本 譬如說 屠烏龍夫 我必須要很整理 這個 因為 會不會也很熟 也很熟 我覺得屠烏龍夫 還是應該要把 我也會讀中文翻譯本 那我會喜歡把 屠烏龍夫的日一本 日文原本 跟我的一本 放在一起 一樣 這不是說 我要日文每一句 我都能夠聽得 都能夠看得懂 可是這是最好 讓自己擴張 擴張自己的經驗 跟擴張自己的語言 明明的狀況 語言真的不是一個字 一個字學的 更不是在 每一舞習班裡面 一句一句 跟美國老師學的 你學英文 你學日文 最好最好的方法 就是 要嘛 這是你最有興趣的 作品 你本來 你就可以 你也有了中文翻譯本 就對 要不然就是 你心裡明白 我真的敢這樣講 如果 如果你沒人心裡 我問的話 像《玫瑰的名字》 這很重要 這麼豐富的作品 你花半年一年的時間 慢慢地 對著這樣 兩句冷句 再去 一天 他的六百一十頁 我的英文 我帶一本六百一十頁 你一天讀兩頁 你過一年就讀兩頁 你一天讀兩頁 真的有那麼難嗎 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 很多這種 敬典的時候 是值得我們 用這種方式去去 這種 相反的 我的方法比較簡單 就是我讀這個 玫瑰的名字 挫折感很大 所以我就去讀 帶著鮭魚去旅行 那我就覺得 哇好開心 然後我又可以回來 讀玫瑰的名字 這樣也會比較容易 OK 我們今天的活動 就 因為時間的關係 不好意思 但是呢 楊兆老師呢 繼續還會 可以預告一下嗎 就是 可是在遙遠的時候 在十月呢 我們要一起來談 龔本輝 這個 可能已經有一點被遺忘的作家 但是一樣精采 也值得大家 一天讀兩頁 謝謝大家 謝謝